防护持久力 莫德纳优于辉瑞BNT 美国疾病管制际预防中心CDC 9月17日发布的一份新研究显示 莫德纳、Moderna、COVID-19疫苗在防止住院上 保护力较辉瑞、Pfizer、BNT疫苗持久 法新社报道,CDC研究人员分析 今年3月11日到8月15日 近3689名感染COVID-19症状严重的住院成人 这段时间寒阔后来导致疫情复燃的Delta变异株 最先出现于印度的流行期 整体来看,这些病患有12.9%完整接种莫德纳 20%完整接种辉瑞BNT 3.1%接种嬌生Johnson & Johnson 整个分析研究期间 莫德纳对防止染疫住院有93%的保护力 辉瑞BNT为88% 嬌生仅68% 在防止住院效果流失方面 辉瑞BNT降幅明显 辉瑞BNT预防住院的防护效果 会从接种后14-120天内的91% 降到120天后的77% 反观莫德纳,预防住院效果只会从93%掉到92% 研究也根据100名志愿受试者 令对疫苗所有发抗体程度进行分析 研究显示 相辉瑞BNT以及嬌生 莫德纳疫苗对新型冠状病毒及蛋白的关键部分 产生更多抗体病毒利用及蛋白入侵细胞 法新社认为 连同近期CDC发布的另一份研究报告 越来越多研究显示莫德纳优于辉瑞BNT 莫德纳为何优于同属mRNA疫苗的辉瑞BNT 原因上不清楚 有可能是莫德纳含100微克的mRNA 辉瑞BNT仅30微克 也可能是莫德纳2剂接种间隔4周 较辉瑞BNT的3周长 面对外界之一 辉瑞首席科学家多米泽 Philip Dormitzer 在9月15日刊出的金融时报里辩护 称自家疫苗选择较低的mRNA剂量 是为了将副作用降至最低 健康生活编辑部